有很多過一天來臺灣做看護 所以因為路動條件太過敗 如果有機會就希望轉去工場 做事 但是現在缺工 過一天以來因為疫情 很悠陸來 也怕家庭照護工 會缺人 所以路動部也等於 研究說要寫這個專案 所以他們去醫工團體不辦 很多過一天 原地在臺灣做照護的工作 後來太晚還缺很多保障 如果有機會就是要轉換來工場 不過臺灣國際路工協會的替我表示 路動部現在是開始要寫這個專案的管理 新的還沒有辦法進來 導致說有一些家庭照護工的移工 就想說想要轉換到廠工這邊來工作 當然我們也要觀察到這個數字上面 的確是有增加的情形 那對於家庭的這些雇主來說呢 他們會很擔心說這個移工 轉出去之後對他們要照顧這些失能者 你就會有一些影響 另外說原本路動部在五月十三 有安排一個會議要討論 但是雖然因為疫情出銷 路部的議工團體有收到路動部的公文 要求在收到公文七天以來要提供意見 因為這實在是太冠 要求路動部改時間 但是路動部表示這個議題 在過去已經有很多討論 國團體應該是都有想法了 而且現在是先通進國家的意見 要不夠收法的定屬 我們是希望說先各自利益團體 表達他們的意見 收集完意見之後 後續還有要修正法規 做法規的預告 那預告期間也還可以再表達意見 替我也說 照顧他會想要轉做工程的工作 是因為照顧港的補充實在是太壞 如果要解決這個問題 應該要從照顧港的福利開始解決 路動部說會來關注這個議題 記者 各位觀眾派文 台北報導